其實不管是執政黨、在野黨、民進黨、公民黨 我們都被他們跨話卡秀 就是說他們都知道我們今天要幹嘛 所以我們一定要策略要擔心 而且剛剛徐醫師講說專業認真堅持 當我們沒有民心的時候 我們要靠自己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要堅持我們要認真 我們要專業 我們要去把問題搞清楚 技術面的事情我們要講話 所以剛剛徐醫師的建議 我們要不要 距離要不要考慮再刷那個 在版的時候 再刷的時候 加上公民運動SOP的這個目標題 也許可以刺激銷路 因為我覺得剛剛徐醫師講的 他就他自己先生說法 他的整個過程裡面的確是這樣子 那我相信剛剛宏大姐也講 他相信其實在台灣各個角落 我們台灣好像已經很民主了對不對 可是不是有投票權就是民主 我們民主的深化 包括我們要去鼓勵好的記者 像淑泉這樣子好的記者 因為他可以去幫忙去催化 去保衛這個民主深化的過程 要不然他這個過程是很容易被中斷 很容易挫折 很容易就淹滅的 那很多的心血 我們今天就好像徐醫師講 我們是因為成功了 我們有機會站在這裡 可是失敗的可能更多啊 對不對 所以那我們希望這個 大家就是剛剛徐醫師 年輕的徐醫師 給我們很多的提示 好 來 其實我還想加一個是 因為你專業認真堅持 你還是會絕望 你還是會絕望 所以最重要要有信仰 不管你信任何宗教 因為我覺得信仰是支撐 一個運動非常重要的一個能量 因為你相信老天有眼 在我這二三十年來的過程當中 你只要信仰堅定 我就是堅持下去 會留暗花女又宜存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更希望更多像 朱大海這樣的公民記者 因為每個運動背後的很多的細節 這是台灣非常本土的東西 這是外國的經驗沒有的 這屬於台灣的文化 跟我們環境運動的命脈 所以需要有更多的人來支持公民記者 他願意對某一個事件緊追不准 然後想死的紀錄下來 因為這是這塊土地的 珍貴的故事優勢有配 這是我的補充 好 謝謝 那在淑娟幫我們分享之前 是不是先請幾位我們到場的 聲援的團體來 那這個